我介紹的樹種叫做小燕南洋山 小燕南洋山 就是我們世界三大公正聯繫樹種 所以我們平常在校園 或者是住家 都很多人種植這種樹 因為它的樹形非常的漂亮 所以很多人會種植來加以觀山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小燕南洋山 它的樹形的部分 小燕南洋山 它的測枝人設 像這邊 就是屬於測枝人設 最典型的葉子 它的葉子水平開展 就像我家引擎的 這片 是這樣子 左右左右對齊的 開展 然後它葉子很特別 是屬於早想葉 你們看它的排列順序 只這樣一圈一圈 非常的有趣 那一般我們要怎麼識別小燕南洋山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我現在手上 這樣握 手會感覺 葉子很柔軟 不會刺到手 如果說 今天如果握的是肯是南洋山 那這樣握下去 可能就要去看一下醫生 那小燕南洋山 目前用途還尚未知道 可是 在我們台灣澎湖地區 小燕南洋山 可以用來當作防風的 因為它原始產地是在澳洲 的海邊 所以它有很強的防沙 耐旱 防風的特性 那我這次也 就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